2018年7月17日,柳妍发布一座显珍,她身穿潮流头像字母T恤,配高腰黑色牛仔裤,超大号圆形耳环与撞色背带皮包交相呼应,精致的妆容,大波浪绝发,霸气红唇更鲜大女人时善气息。 这一身潮流感十足的休旋搭配,与常见的李群端装饭而装扮风格格异,柳妍却通通驾驭得得体,又大气,收获粉丝好评不断,各种风格都能完美驾驭,不愧是我的女神啊,柳妍美了那么多年你不累吗? 绝毛巾,太美了,生活中,柳妍爱舒适柔软的休旋装,简单的T恤在裤也能搭配出品样的女人魅力。 长流时尚,随性洒脱,舞台上,相信不少人也看过她女神范儿十足的装扮,抹胸裙,鱼尾裙,脱地长裙,六言通通全式的优雅端装。 而在影视作品中,她更是在不同造型的尝试中,给了观众不少惊喜,她可以扮演先气偏偏的女神姐姐,也可以驾驭神秘阴郁的反派角色。 武林外传中同掌柜这样的经典造型,也能让她幻化出新的气质,光巧克人的小乔,也能为她演绎的微游韵味,即便是一名穿着工作服的洗脚类,她都演得有模有样,让人印象深刻。 这一届尝试都愿意柳妍对待演员这个身份的真诚和尊重。 某次采访中柳妍说道,我一直是认认真真拍戏,老老实实做人,善待每个角色,用心的投入在其中,就算她只是一个洗脚妹,或者在公交车上放屁的普通女士,大家都会看到,有人会评价说,柳妍还是会演戏的,这就够了。 期待演员身份下的留言,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吧。